据台湾媒体报道,香港女团推死成员阿娇先前爆出新恋情 有媒体拍到和富二代情分,在篮球场边互动亲密 虽然经纪人与拍到阿萨先后出面否认,声称两人只是朋友 但她本人并没做出任何回应 她近日在某节目中却自爆,已经找到爱情的范围,让众人非常惊讶 阿娇日前参加吃光全宇宙 她与主持人曾宝宜以及其他艺人一起到日本录制节目 该节目在29号释出一段预告片,她谈及自己的爱情观谈言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而真心的朋友却很难找到 家人也会提醒你,那个人你要小心点 但是当时还年轻的我没有听 随着年纪渐长,她表示现在的自己学会好好听身边亲友的建议 并会慢慢的去寻找真心的人 我想起过去坎坷的情路,也让阿娇忍不住落泪 让现场嘉宾相当心疼 随后,阿娇也受到现场各个来宾以及主持人的安慰 该节目的固定嘉宾之一刘伟也送上祝福 希望她可以赶快找到爱情饭碗 没想到她却回应,我已经找到了 让众人震惊不已 许多网友在看了该段预告片后 纷纷猜测她是否有新对象 也有不少人称,她的爱情饭碗 就是先前与她一起传出绯闻的富二代情分 知道娱乐圈明星和经纪人关系亲密,相处愉快 许晴和经纪人于凯璇就是其中之一 3月29日下午,许晴经纪人于凯璇微博摄出一组 与许晴在草地上拍摄的美照 网友大赞许晴和经纪人太像姐妹 为了拍照,两人又换了另一套风格的衣服 48岁的许晴趴在经纪人背上俏皮甜笑 许晴和经纪人摆出各种可爱的pose 大秀美腿笑容灿烂,阳光草地美少女 网友们都说看到许晴和于凯璇 这对美少女姐妹组合真是大饱也福呀 如今已经48岁的许晴 并没有看到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 这才是一妥妥的动灵女神呀 此前许晴在微博上晒出一组溯眼罩 她眉眼低垂,有种仪式独立的美 你看得出许晴47岁了吗 小秀相间,气质优雅 3月28号,拉妈林心如结束工作,从北京飞回台北 不知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女儿的原因 林心如一路笑容止不住 抵达台北后,多名助理前来接驾 林心如一个大步登上豪车,气派十足 林心如年初产下爱女 产后两个月就立即开工,身材恢复良好 日前老公霍建华在节目谈的二胎话题 松口表示,之后会慢慢减少工作量 可以考虑生地二胎 林心如被问到此话题笑而不语 透露今年工作很多 看来要第二胎的计划还要暂缓 最近一组林心如参加发布会的照片曝光 刚刚生完孩子的林心如身穿蓝色衬衫 配上一条花裙子 身材依旧美好 小得跟花儿一样 果然明星就是厉害 生完孩子感觉就像眉身一样 不过看下面这张鞋针似乎有一点小问题 那就是胸部有点下垂啊 当然这可能只是照片带来的虚假效果 但对比之前她的照片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还有这张下垂明显 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们猜她是不是母乳喂养 但这与林心如现在的状况不符啊 林心如现在每天跑活动 怎么做得到呢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宝宝最重要 林心如还是要多收时间照顾下 3月29日凌晨 疑似江志鹏妻子的社交平台账号 肥豆芽爱吃生姜姜姜姜姜称 国家江志鹏在婚内出轨包养小三 并且短时间之内就挥过了1300万 并且大部分钱都用在小三身上 随国族回国后 江志鹏接受采访时表示 法院一年前已经判定二人离婚 而文中所说的1300万 只是俱乐部给的账单 国族兵败德海兰后 名为肥豆芽爱吃生姜姜姜姜姜的社交平台账号 发表了一篇长文 该作者自称是江志鹏的妻子 跟他恋爱七年 2013年领争之后不久就发现他的出轨行为 同时透露江志鹏转会广州复利之后 跟他提出离婚 但法院的判决他无法接受 所以发文希望中国族协广东省体育局 取消江志鹏的国家队队员和复利球员资格 并希望复利俱乐部提交江志鹏的工作合同 长文中还帮过了江志鹏为小三花费的1300万账单 以及二人的聊天记录 其中1300万的账单 绝大部分钱都是花在小三身上 今天上午随国族回国后 江志鹏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疑似默认了长文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表示要向外接道歉 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的个人问题 对国家队俱乐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抱歉 不过江志鹏同时透露 法院去年已经判令离婚 而长文中所说的1300万 只是俱乐部给他的账单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